今年倫敦電影節中 一部以莫克姆灣10片《慘案》為主題的射石紀錄電影 名叫《Ghost 萬桂灣》 影響了首映 莫里活著名電影鐵達利號女主角 麒溫斯里也有來看首映 這部英國電影由50華人演員擔幹而出 更讓第二男主角飾演 田助非法移民的小公頭余站 有機會走出餐廳廚房 走到了大螢幕 重複淡忘了多年的電影夢 重複淡忘了多年的電影夢 這個是我做夢也沒想過 而且我也不可能做這種夢 因為我覺得這麼大年齡還當演員 好像是個笑話 事實上 與站九五年移民英國前 在北京是一名電視電影的導演 來到英國就放棄了自己的專業 做個書師開餐館 這次因為太太鼓勵 才嘗試賺到無錢 結果我太太呢 她又看到這條廣告 完了呢她就跟我說 她說的 你去演一下吧 人家要一個 要一個四十幾歲的人 正好也不要求 就是要求是北京人 完了結果呢 她說你試一下 當時我並不想去 因為我幹這行 年代比較 時間比較長了 所以我對這行呢 雖然了解呢 但是也慢慢的淡漠 而且呢 演員呢 我就根本沒做過 因為以前做過攝像 做過燈光 做過編輯 做過導演 我從來沒有想到做過演員 我也沒有做過演員 結果她就去了面試 這個之前的導演 導演 是英國導演 已得令人相看 她呢 她導演呢 她當時就是 問我 第一句話就問我 你怎麼來的 當時我呢 我這個人比較開玩笑 然後呢我就跟她說 我說我走著來的 她說不是 她說我問你到英國怎麼來的 我說我到英國也走著來的 結果 悉英雄做英雄 導演就欣賞她 原本要找一個人來扮演 原本要找一個人 未典一個好人的角色 結果因為她的相貌和合思外人 而修改的情節 讓她在電影中 做一個小公投和流氓 讓她在電影中 做一個小公投和流氓 對於這部英國人拍的華人血利 情電影 於戰有這樣的感想 這個人好像 嗯 他挺同情這些人 他很聰明 因為他不了解中國人 不是很了解中國人 因為他究竟不是中國人 所以他在拍攝的時候呢 他讓你呢 他提出一個 就像作論文一樣 他提出一個主題 然後你們圍繞著這個主題呢 去講 去做 我女兒跟我去的 他就在邊上 他可以看得掉眼淚 他可以看哭了 所以這個片子我覺得 作為一個西方導演 這樣能拍出這種 中國人心裡的這種片子 已經很不容易了 魚站到優質演 雖然如果不是為了一個女兒 而去英國 現在可能已經在中國 成為了名導演 不過魚站並不後悔 便擇來英國開餐館這條路 無線衛星台記者